这是一部周迅破尺度出演的经典电影 和陈坤刘烨共同演绎人性的欲望 进展万种风情 国内遭近18年才上映 在近期的年代 与文学切爱 不看到最后 你绝对感受不到这部电影的决绝与刻骨铭心 那是1971年 受家庭背景影响 知情罗明和马建林不得不上山下乡 接受农村再教育 他们被安插在三峡附近的凤凰村 一到这儿 行李就被村长全盘检查 只要有字的 全部被烧掉 这里只有勤勤恳恳的劳作 才能吃上肉糊饭 知识是可有可无的存在 但村里亘古不变的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的生活 还是被罗明带来的闹钟给破坏掉了 村长每天不再盯着日出 而是盯着闹钟 一到时间就喊大家去干活 他们干的活种类很少 除了上山挖矿 就是拉粪水灌溉农作物 罗明和马建林技术不到位 常常搞得浑身恶臭 因此只要有机会 他们就会到山间小台洗澡 但这次 一群姑娘抢先来到了这里 两人不小心偷看到一片春光 还不慎暴露了位置 逃跑途中 罗明失足掉进了一个山洞 这时一个少女出现 她宛若山间精灵般灵动 嘲笑罗明活该 罗明被她的情绪渲染 更是对她一见钟情 尽管狼狈不堪 却也乐在其中 事后 她开始期待着与少女再度重逢 却没想到来得那么快 第二天 她就出现在村庄里 原来 她是山内头的人 整日跟着爷爷到各村为村民们裁剪衣服 被人叫做小裁缝 罗明偷摸瞅着小裁缝 但因害羞 迟迟不敢主动搭讪 倒是马剑林热情外向 见小裁缝对闹钟感兴趣 凑上前去逗她说 里面有只针的公鸡 每天早上都会叫 小裁缝天真无邪 信以为真 却不料隔天一大早 公鸡没再叫唤 原来 小裁缝为了看里面的公鸡 和其他姐妹一起把闹钟给拆了 看着七零八岁的闹钟 罗明并没有生气 毕竟这么可爱灵动的女孩 谁能忍心熟乐 也许是为了能和小裁缝多些来往 罗明主动提出 叫她读书任字 小裁缝然答应 她一直向往外面的世界 就这样 三人成了很好的朋友 每天都结伴而行 手牵手 在大树下谈天说地 但罗明和马剑林的脑袋 只能记一些大概的书本知识 想要好好学 还是得有书 村里有个被认为人民公敌的四眼先生 他偷藏了大量国外书籍 这在当时是犯法的 因此 他们正大光明去界 是根本不可能的 于是 小裁缝建议去偷 就算四眼发现书籍不见 他也不敢声张 罗明和马剑林有些惬意 但最终还是抵不过对书籍的渴望 互相配合下 偷拿了好多书 不过 大部分都是马尔扎克的作品 因为他俩最迷他的小说 以及笔下那些象征自由的人物 由于被其他人发现 他们上一把书都藏进山洞里 平常只拿一本小说来看 而这个藏书洞 也成为了他们三人间的秘密 但没过多久 老裁缝察觉到小裁缝的异样举动 更是注意到了三人间的微妙关系 因为两个知青的到来 村里数一数二漂亮的小裁缝 逐渐萌生了走出大山 看看世纪的想法 同时 他在罗明中日的交文十字下 暗生情愫 彼此心意相通 总是在马剑林的钉梢下 偷偷拥吻 老裁缝看出孙女的变化 但他觉得书本知识 不如悬门技术 更能养家糊口 劝说罗明 不要再给小裁缝念小说 并且他出身不好 和小裁缝在一起 也只会连累了他 但罗明有自己的打算 他不相信 自己会在这山里待一辈子 晚上 老裁缝让他讲讲水浒稀有的故事 罗明偏布 只讲巴尔扎克书上写的法国故事 不听不要紧 听过之后 老裁缝也深受影响 来年姑娘们的衣服上 多了许多法式的小装饰 但最好的衣服 还是在小裁缝身上 他秀丽的绒帽 搭配各种款式的衣服 都不会显得突兀 而罗明念给他的小说 让他在幻想中的世界 豁然开朗 慢慢和他们一样 爱上了巴尔扎克的作品 被里面女性的独立气质 与精神吸引 可就在这一切 都往好的方向发展时 一封电报 打乱了他和罗明的计划 罗明父亲病重 急需他回家尽孝 这也许是他唯一 能离开大山的机会 马剑林劝他走了 就不要再回来 但罗明已经和小裁缝 坦诚相见数次 他无法化作负心汉 弃他于不顾 于是在临走前 他百般承诺 自己一定会尽快回来 小裁缝一直跟着车子跑 表示有些事情 还没跟他说 罗明并不知道 这些事是什么 就这么潇洒离开 马剑林也是担心地问过 但小裁缝就是不肯说 直到三个月过去 他的肚子逐渐大了起来 事情终究还是没能瞒住 他怀孕了 定结婚年龄是25岁 但小裁缝才18岁 这种情况在村里 可是要乱棍打死的 小裁缝很害怕 找马剑林商量办法 马剑林同样爱着小裁缝 但他的爱是内敛的 愿意为之默默陪伴 无声守护 于是在得知怀孕后 他不顾被举报的风险 来到医院 请求妇产科医生帮忙 见对方不松口 他孤注一掷 表示自己手里有法国书籍 可以当做酬劳 好在他赌对了 手术时间很短 但小裁缝很痛 全程默默流着眼泪 而马剑林就在屋外 拉着小提琴 为他做着掩护 事后 小裁缝变了 他不再像之前一样天真浪漫 而是变得沉稳起来 罗明不在的日子 马剑林想要欢欢口味 给小裁缝读鲁迅的书 可小裁缝却说 自己还是喜欢巴尔扎克 他看出了马剑林对他的感情 但他心里只有罗明 就算身边有再好的人 他也不会放弃等待 就这样又过了半年 罗明回来了 但他已经不是小裁缝心里最在乎的 在一个再寻常不过的清晨 小裁缝不顾老裁缝的苦苦挽留 收拾行囊 去寻找新生活 罗明和马剑林收到消息 连忙抄小路去追 十几年前的一部大尺度进篇 把周迅 陈坤和刘烨凑齐了 其中 陈坤和周迅 水中坦诚相拥的一幕 隔着屏幕 都能感受到满满激情 而这一幕 还不是全篇的经典之最 罗明刚认识小裁缝时 他的美 宛若山间随处绽放的野花 天然且灵动 但自从他接触到巴尔扎克 以及意外怀孕后的手术事件 他的灵魂 在前一幕画下进行重塑 渴望成为崭新的自我 于是他选择离开亲人 抛弃爱人 剪掉长发 穿上马剑林送给他的新鞋 前往大山外的未知世界 罗明感觉挽留 马剑林就静静地蹲守在远处 罗明很委屈 他那么爱小裁缝 但他却不说一句就走了 小裁缝蹲下身子安慰 但并没有心软 他让罗明照顾好老裁缝 并转告马剑林要好好的 然后头也不回地走出大山 罗明很懊恼 早知今日 他就不应该给小裁缝讲巴尔扎克 因为小裁缝说 他是被巴尔扎克的一句话所启迪 女人的美是无价之宝 他不想把自己的美 全部耗费在大山里 更不想耗费在男人身上 他想要去寻找自身真正的价值 27年后 早就从山上下乡 特设出来的罗明和马剑林 一人在法国带着乐队到处演出 一人在上海结婚生子 马剑林见电视播报 三峡故区将进行第三批大移民 凤凰村就包括在其中时 他来到商场买了一瓶香水 随即故地重游 可这里并没有他想要的重逢 香水想要给予的对象没有出现 反程途中 马剑林遇到了罗明 他给对方看这次回去的录像 里面有垂垂老矣的村长 他们曾住过的老裁缝家 还有他们和小裁缝 一起看书的山洞 种种回忆涌上心头 罗明表示 自己曾去找过小裁缝 有人说他去了香港 有人说他去了深圳 但不管他在哪 都没有看到小裁缝的踪迹 他知道马剑林也爱小裁缝 马剑林没有否认 只不过他们的爱不一样 一个是身体上的缠绵 一个是精神上的守护 而当长江水彻底淹没凤凰村时 他们的这份爱 以及属于小裁缝 和他们的故事彻底宣告结束 也许现在的小裁缝 已经在他向往的世界里 找到了自我价值 又或者迷失了自我 但不管结局如何 自他有了独立觉醒的意识开始 他就已经成功了 女人的美是无价之宝 宠爱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他就不应该让他 说明了 也许在他身边